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谈中表示 自己信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双方关系良好 不过他同时表示 没有打算撤销对朝制裁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访问 他重申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他表示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 在恪守这一原则方面保持了非常好的记录 而中国媒体在美国报纸上购买商业版面发表观点 是所有媒体的惯常做法 他还表示 中方在关税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动 都是美方向中方强征关税的一种回应 如果美方取消强征关税 中方对美方的关税也会取消 又指是谁发起了贸易摩擦很重要 如果有人坚持对中方发起贸易摩擦 中方就不得不予以反击捍卫自己的利益 面对来自网购及美国其他零售商的压力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美国老牌百货公司 希尔斯的母公司希尔斯控股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根据重组计划 希尔斯将变卖资产 并在年底前把142间没有盈利的分店关闭 把分店数目缩减至700间左右的规模 把经营集中于表现最佳的分店 目前尚不清楚希尔斯的员工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根据希尔斯控股在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提交的文件 希尔斯目前的资产值为69亿美元 负债则有113亿美元 希尔斯是美国人家传户晓的百货店 曾经辉煌一时 但近年勉强求存 自2011年以来未曾录得盈利 由于美墨边境的举家偷渡案例在8月再次激增 据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正在考虑一项新的政策 该政策可能导致边境偷渡父母和他们的孩子被分开 其中一个方案被称为二元选择 即政府将偷渡家长和儿童一起关押最多20天 然后让家长做出选择 是接受和孩子一起长期关押 等待他们的移民案件被审理 还是让孩子转往政府收容营 以便其他亲戚或监护人可以收留他们 白宫在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实施骨肉分离政策后 至少2500个移民儿童被从家长身边带走 此后5月至7月的家庭偷渡略有减少 但8月又大增38%创下纪录 上周肆虐佛州的迈克尔飓风已退去 目前死亡人数已攀升到20人 此外仍有46人下落不明 受灾严重的佛州狭长地带的清理修复工作正在展开 周一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赶赴佛州和乔治亚州查看灾情 为搜索和救助被困灾民、直升机、重型设备和搜索犬 都投入救援工作 佛州州长斯科特表示 目前有1700名搜救人员在搜查灾区25000所房屋 斯科特还表示 现在电力公司有17000名工人在工作 灾区逐渐恢复电力 但是互联网和手机通讯还没恢复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表示 搜救工作过后还需要很长时间帮助居民修缮房屋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近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可以在下一届总统大选连任 调查员在10月4号至7号 用电话访问了1009名美国人 发现4成6人相信 特朗普将会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 4成7人认为特朗普不能够连任成功 虽然两者比例相差只有一个百分点 但相对3月进行的民调认为特朗普连任成功的人数增多 民调数据还显示认为特朗普会胜选的受访者当中 又以男性居多 以及会在中期选举投票的受访者有显著增幅 这起起诉案起源于2014年 非盈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录取指控 哈佛大学在制度上歧视亚裔美国人 虽然哈佛大学一再否认指控 但这起诉讼案却获得了近版亚裔组织 以及美国司法部的支持 美国名校从严录取亚裔学生的话题宣腾已久 一些高校刻意为了多元化 对非裔和拉丁裔学生降分以求 此举给亚裔学生带来了逆向歧视 使他们更容易因肤色被名校拒之门外 亚裔抗议歧视的呼声近年来不断高涨 美国司法部认为 与其他种族群体包括白人申请者 和其他少数族群体的申请者相比 哈佛以种族为基础的招生过程 明显不利于亚裔美国申请人 很多亚裔团体表达了对此案的支持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近日发起一项联署行动 以期让联邦法官听到亚裔社区支持诉讼的声音 多达82个亚裔组织加入了这项声援行动 一辆大巴14号在加州圣费尔南多谷405高速公路上坠毁 多达40人受伤 据悉 伤者中有25人被洛杉矶消防局送往医院 其中5人受伤情况严重 据福克斯报道 这辆大巴撞向几辆车后 于14号下午1点左右在高速公路中段坠毁 事故导致一些高速公路通道关闭 据称伤者中包含三位轻伤患者 但由于车祸严重 他们仍将接受救治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6月底在洞穴受困超过两星期的 泰国野猪少年足球队12名成员和他们的教练 近日接受美国电视节目艾伦秀的访问 公开讲述他们被困洞穴和最终获救的经历 节目在15号播出 少年足球队表示 被困洞穴期间 他们仍然怀着希望的信念 靠着祈祷和冥想 保持心境平静 克服困境 主持人还邀请足球队其中一位偶像 洛杉矶银河球星伊布拉西莫维奇登上节目 为少年足球队带来惊喜 伊布拉西莫维奇赞扬少年足球队 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 这批年轻球员十分勇敢 万圣节即将来临 在佛罗里达州基拉格外的海域 举行了一场水底下南瓜雕刻比赛 参赛者一跃而下 潜入九米深的海底 在水底大显身手 克服福利的困扰 雕刻出各种造型新奇 形式生动的南瓜灯 今年的主题是海洋生物 有的南瓜灯是鲨鱼造型 配合鱼群 甚至可以看到海龟的身影 辛苦完成作品之后 少不了一起合影留念 今年比赛的胜出者 是来自佛州维斯顿市的一对兄弟 他们在南瓜上 雕刻出海豚的造型 奖品虽然不算丰富 举办方只赠送他们免费回程的旅费 但对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可能是难忘的回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